为在花莲最南区的傅里乡永丰国小26日办理了阿美族实验小学街排季新校园运动启用典礼 邻近小学校的校长们以及原民会副主委林毕霞 之前也是封兵阿美族学校校长 认为实验小校对这个阿美族来说学生来说呢 从课程传承阿美族文化 更是从学校环境中学习其老的生活智慧 走进校园可以感受到浓浓的阿美族风格 因为这里正式成立吉兰米代阿美族实验小学 8月16号办理接牌仪式 校长表示未来永丰国小将与丰兵贺刚国小三校联盟 共同发展民族教育课程 中意文化还有饮食文化 传统鼓励三菱智慧跟西流文化等八达课程 那每个课程底下一共有16个子丹员领域 那这16个子丹员领域就是像是我们吉兰米代的一字 就叫做大树根 就像树根一样含养着我们孩子们的一个学习的养分 让孩子们可以扎根阿美族文化 原住民实验学校有园民会以及教育部共同合作 近年来简化很多的程序 学校可以直接向县政府的教育处提出申请 提供课程开发 师资备用的补贴 期待更多原住民地区学校能加入 坚持老人家的那种想法 所以我们就在地化的概念 建立在地化的实验学校 这些在地化的生活方式 就是我们的孩子的生活方式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理念 那今天再踏进来看到永峰国小的课程架构太精彩了 永峰国小在历经一年筹备后 110学年度开始正式实施阿美族文化实验教育课程 成为花年县第四个推动原住民族实验教育的学校 同时也是全国第三所阿美族实验学校 并以吉拉米代阿美族在地生活在地教材元素 营造民族文化环境意向等等 采编属于吉拉米代部落阿美族民族文化教育课程 记者高双双副理箱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